介绍一下这个仿针的使用 这个仿针是一个光储充三项并网交直流系统 这仿针包含六千瓦的光谱 三个一百二十千瓦的一个充电桩 然后有一个PQ控制的一个并网逆变器 还有一个问这个直流母线电压的这个储充系统 这个储充系统负负责当这个光伏能量不足以并网 不足不足以提供并网以及这个充电桩 这两者功率质核实这个储充就提供这 这个这三者的一个能量差 如果光伏提供能量 已经足以提足以给这两个提供 足以给他们使用 那么多余的能量就会给就会给到这个储充系统进行一个储存 然后交流系统这里是一个LC滤波器 然后是220 220伏的一个电网 利便器采用的是spwm 然后看一下这个光伏板 光伏板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看一下这个充电桩 充电桩的话采用的是一个 玄桥LC结构 充电池这里是一个400 然后这个容量是300 这个控制的话就就有一个横压模式 一个横流模式 理论上是应该是用这种 这种就当这个soc达到一个百分 比如说是98%的时候 那么就切一个模式 切模式 就由这个一开始充电 一般都是先横流后横压 达到这个临界值的时候 这个横流就切横压 但是因为这个 这个临界值临界点很难找 因为这个仿真运行一次 现在是不长仿真的不长十一的负六 运行一次就要半个小时以上 那么找这个点的话 就要不断的在这个半个小时里面 去找到合适的点 找到这个点 然后设好那个soc 这显然是很费很费时间的一个事情 那么就首先就直接用了一个clock 当时间达到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时间点 你就可以直接切 切横流去切横压 然后这里 拿了一个单独拿了一个 单独拿了一个充电桩出来防 这里防的是一的负七 因为以我总体的系统防一的负七的话 这个系统 可能就要跑两三个钟了 然后这里是单独拿了这个出来防 为什么要单独拿这个出来防呢 是因为一的负六 一的负六 在这个斜阵 斜阵系统里面 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波形 一的负六是明显不够的 因为现在的席阵枪频率是一个六十k 六十k那至少得看频率的一百倍 一百倍的倒数就设为一个补偿 但显然这个补偿 在整个系统一起防的话 时间耗时太久了 所以这边就单独拉了一个充电桩出来防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的波形是非常非常的光滑 用一的负七防的话是非常的光滑 然后这里也实现了一个软开关 然后这是一个迁徙震的一个波形 假如说我们不用这个一的负七进行防这个充电桩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比如说是现在 现在整个系统 这是整个系统 整个系统采用的是一的负六 一的负六的话 这跑起来 它的斜阵波形 是非常 是那个点数是不够的 仿真的点数是不够的 而且一开始 这个整体看起来的这个效果也是很差的 然后再放大再看细节细节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一的负六这个点数在一个周期里头 差了很多 假如说这里用一的负七那么就会再多个十倍的点数就会很老看 意思就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假如说你想要用 充电桩的波形可以自己单独像我那样子拉一个出来 然后进行仿真然后发完之后再用那边的波形 我这里也会直接发一个打包打包一个单独的发发给你 调好的发给你 也就说这个波形在系统一起防的时候这个波形是没有成好意义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这个可以看因为这个是跟这个频率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些都是一个直流的 这是充电桩 充电桩400伏电池的soc情况 然后这是前面是一个展态 展态然后这里进入恒流模式 恒流模式然后设的一个clock是 0.8秒切这个恒压模式 这里切了一个恒压 然后这里 理论上随着这个 百分之九十八 随着这个soc充的越多 这里的电流就会慢慢的减响 然后电压的话就 就会慢慢冲回去 冲到一个满电的一个满电电压 慢慢上升 这里电流的话就慢慢减响 然后功率的话也会慢慢的 慢慢的减响 前面是120左右 120左右 120千瓦左右 后面的话切了一个模式 就电流成电压 就是这么个功率 然后这三个是三个是一样的 这里就不再追溯 结构 储能系统这里的结构的话 就是一个双向DC 光伏这里的话就当不死声压 母线是一个800伏的母线 看一下这个光伏的控制 使用的是电脑增量 然后储能的话就是经典的双环 电压环 电压外环控的是母线电压 并网那边其实采用的是PQ控制 然后武功给的是零 整体的能量就像一开始说的那样 由光伏和储能一起提供给交流系统 这个并网现在并的是给的是140千瓦的一个邮功 这两个一起给这两个提供邮功 假如说光伏光伏已经够提供给这两个那么多的 就给储能系统 如果不够那储能系统就一起为这两个 这两个一起配合给这两个供电 然后这里展示一下波形 先试看这个波形 这里是光伏不死的一个张空笔 开那个开关的张张空笔 然后这是光伏的一个电压 然后这些波动都是因为系统这里切切了一个模式 然后因为这个通电桩它不像一个横功率 它不像一个电阻直流电阻负载 直流电阻负载 你给多少你有多少功率 就直流测挂电阻的话 那它得到的一个功率 就是它的这个母线电压800伏的平方 除以你给的那个阻值 这就是它的功率 那么你这个阻值变的话 它功率也会随着变 但LC的话 它是一个横功率 可以说是当你设定了一个充电 恒定的一个横流模式之后 它在这个这个很长一段时间 它电池的一个断电压几乎是不变的 那么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电流不变 电压不变 那它就是个横功率模型 那又因为当时刚才切了横流 切了个横压 切的话可以看这个能量的关系 在这个位置切了横流切了横压 这模式的切换 避免不了有一个冲击 这个展态的过程 这个展态的过程 这很明显都已经超到 都已经飙到了一个六千瓦 六百六百千瓦 那么这个六百千瓦 六百千瓦加上这个病王的140 这很明显光伏 这里给的能量已经不足以提供 不足不足以提供这两个使用了 那么这个储能储能就会 储能就会放就会发电 就会能量就会减少 慢慢的放电 这里本来只叫放电 但是又因为这里已经又降下来 所以它就没有没有到负 就负的代表的是一个放电 正的话是代表一个充电 这里的波动都是因为这些冲击 因为这个储能系统就负责的是 负责的是这个平定 平衡这个功率 所以它就不断的通过条件 这里够了 这里不够 那它就储能系统就想着放 够了那它就 它就慢慢回来 它就冲 多了它就冲 少了它就给 前面的话是 前面这里展态过程的时候 也同样的道理 这里是 这里是冲到了一个600 600千瓦 这里光伏 才开始 才才开始上升 这提供了功率 明显是不足以这两个使用的 那么储能储能就会放就会发电 发出很大的一个能量去 补给这个 平衡这个整个系统的一个能量关系 然后到这个这个是光伏的电流 这个好像是虫了 这两个应该是虫 这有光伏的公寓 600600多600多千瓦 没有整整的600 快到650千瓦 然后这是 16母线 16母线800伏的电压 前面是一个张胎 这里帮流吻了 然后企业的模式后面再吻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电池这边的情况 这是电池双向 低级低级的一个张红笔的情况 因为这是 这是母线 这是储能系统的SOC情况 然后这里应该是 这里是标错了 这里显示的应该是光伏 光伏的开路电压 然后这是储能电池 储能电池两端的电压 它是储能的电流 展示一下 这个光伏 光照一个挑变动态一个过程 看它是否还能满足这个资料功率跟踪 以及充电桩这里 三个前面那个 之前那个是功率是一致的 之前那个三个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然后这里是设了一个260横流 然后这里设了一个200的横流 然后这里设了一个100的横流 也就是说这三个的状态运行状态 那个得到的那个功率是不一不一样的 功况不一样 然后模拟一下这个整个系统 这个光伏变化 以及横压切横流 以及这个充电桩功率不一致的 情况下这个系统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关系 好 前面已经运行过了 然后直接看一下这个波形 这边先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病王的波形 病王电流的波形 这是电压和电流 电压和电流的波形 然后这是油功 下面是武功 这油功已经很大了 所以这武功相比于这个 其实是很小的 所以就显得 显得这个 THD会小 那这边先看这个充电桩的功率 以及它重要一些关键的波形 这是A1 就是第一个充电桩的这个电流 260 横流260 后面是横压 这是功率 这前面的是 还是功率是多少 200 125千瓦这样子 我看一下A2的 A2的功率的话 是这里是200 200的横流 然后功率的话 是100千瓦 后面转横压 这里是A3的 A3这里是一百的一百的横流 一百的话就只有五十千瓦了 就模拟了三个充电桩 功率不一致的一个运行工况 可以稍微看下 这个频率 就是 斜阵的那个频率 LC 开关频率的一个变化情况 前面是横流横压 然后这里是因为光幅变化了 前面 0至1.5秒 都是一个三百的光照 后面是一千的光照 所以这里有点波动 涨态的过程 后面也能闻下来 然后后面看这个 光伏这里的波形 这里是光伏的这个电压 就是切切模式以及光照 变化 它这个短电压都能闻下来 同样的 然后这里是电流 这里主要是这个功率 这里是两千 两千 两百千瓦 是对应的是一个三百的光照 然后后面是一个 这里有一点点波动 是 充电桩切模式的一个波动 然后这里是 光照的切换的一个波动 然后回到这里就 一千的光照就对应的是六百 六百多千瓦 母线的话也依旧能闻下来 都是能闻下来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光照 有没有实现直到跟踪 可以画出这个图出来 刚才说的是500和对300 300的话大概在这里 应该大差不差的两百千瓦 然后六百的话这个点 就是六百六百四 六百四千瓦 对应的是一千 刚才那个图也大差不差 是六百六百多六百四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是储能的那个 暗纹笔 然后这是母线的电压 刚才看过了 然后这是soc的情况 一开始的话是这个电池 电池是处于一个 因为是一个300的光照 一开始前面1.5秒是300的光照 所以这个储能需要释放一点能量 去提供给这个病王 以及充电桩使用 所以这个电流是正的 后面的话 他当这个光照上来之后 1.5秒之后 光照上来了 然后他光浮的能量 已经有多余了 所以就能是重点 电流就变浮了 稍等 然后 等一下 哪里还需要展示一下 呃 之后就是 这里是 前面展示的时候 这里是没有加那个 孤岛那个 这个段路器的 这个模型是可以孤岛运行的 把这个 设为零就可以孤岛 就是能量就不不在病王 多的能量就给到储能 然后储能这里就 没有 固定的一个额定功率 就 都是根据这里 多的 他就 充 少了 他就 少了 他就放 然后 应该就是 这么多 动态的一个性能也展示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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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提供了这三个可以直接一直到这边 这三个是 是 没有没有接这个电这个电池是直接接的电池 像看效果的话也可以自己把他移植到这边 好 从体清这个仿真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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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